一隻負不食身的怪眼,一粒來歷神秘的寶珠,繼續引奮這一段離奇曲折的地底奇談故事。 音效廣播小說,鬼吹燈第二部詞,龍領迷屈,臨敬言正哀窮。 之前我曾經答應過這個盲宮,解決石碑店村那件事,就是將他帶回北京。 誰知剛才我們跟孫教授談了一陣子,他就已經找到新主顧,盲禁算命困人錢。 我即時打發走了他的主顧,然後就將盲宮拖進招待所。 盲宮聽到他們回來,即時就拿了剛才那個女人給他的錢, 敷衍了幾句,也打發了個女子走了。 原本我想著,吃完午飯,我們就即時回西安,然後再坐火車去北京。 我們三個人坐在一起,但是Shirley似乎還是心事重重,抹都吃不下。 而我就一邊吃,一邊看那張玉獸的照片。 現在全部的線索都斷了,只剩下眼球好像鳳凰寶珠的紅色玉獸。 再來,下一步就只去雲南,去找獻王夢。 說不定運氣好的話,可以把鳳凰膽倒出來。 不然也可能找到另一條線索。 不過,最艱難的就是怎樣來找這座獻王夢。 現在我們只知道,它大概就在雲南境內蘭蒼江邊。 那條蘭蒼江有多長呢? 難道我們真是將地皮反轉,一閥閥閥去找呢? 你不是經常都說,你那些分金定月術很厲害嗎? 那為什麼不在江邊看天上的星星, 然後將獻王墓找出來? Sherry姐姐,哪有這麼簡單呢? 分金定月術,只有一馬平川, 沒有什麼地脈起伏的地區才可以用得到。 那個大沙漠絕對不同了, 對這種地形施展。 但是雲南,我之前打仗的時候去過, 山地高原佔了整個雲南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雲南除了金沙江、路江就是這條蘭蒼江, 由北到南貫穿全省。 唉,又有這麼多的山脈之幹, 如果我們沒有具體的目標, 就算有風水秘術, 恐怕找成百年都未必找得到。 哎呀, 什麼你都開始說這麼洩氣的說話了嗎? 看來, 這次真是認真困難了。 你搞錯了, 我哪有洩氣呢? 我只不過覺得, 現在這個情形, 概括來說, 就是, 有信心就沒有把握。 信心就永遠足夠。 但是, 把握, 就真是認真撐了一點。 所以我說, 大海流針的事, 你都沒有辦法, 做不成的。 不如先回到北京, 找大家一起聊聊天, 再盡可能找多些情報, 哪怕只有三成把握, 起碼, 都好過現在一成都沒有。 嘿嘿, 兩位呀, 一聽你們這麼說, 難道你們想去雲南道斗了嗎? 唉, 老夫勸你們, 趁早就死了一條心去了。 上當年老夫, 帶來一班的社領歷史, 為了謀奪一把天大財夫, 就走去雲南道顯王的斗。 那次杜斗, 是老夫生平經歷, 最兇險, 也是最多變數的一次。 那次, 我們逐逐無了六條任命, 如果不是老夫, 憑著一身功夫, 僥倖走掉。 今天, 就不可以站在你們面前了。 只不過我的命雖然保住了, 對眼, 現在回想起來, 他真的覺得有點驚驚的。 什麼? 文寶? 你, 你去度過獻王的舞? 喂, 我警告你, 如果你是說謊的, 我們即時丟下你, 我怎麼都不會帶你進北京城。 老夫是甚麼人? 怎會有時間有精神跟你說謊? 老實跟你說, 老夫在雲南離家山, 曾經到過古典國國王的斗, 發覺就去得遲了些, 斗裡的那些名氣都被人拿了。 我在瘋王的墓室裡面, 腳心啊, 當時都不知道是多麼火滾啊。 豈有此, 你們說, 人家說, 哪國都不知收了多少財寶, 今日我來到, 顛簸最富有的一個國王墳墓裡面, 居然托個孔, 拆不就孔啊, 無論如何, 我都要帶回見好東西回去才行, 否則我寧願將你這個墳墓拆掉它。 你說isierung, 人心 人生啊 居然、 誰… 誰 誰 人心 人心… 最大的遺憾 是 virus 是被人背叛了 究竟,究竟搞什麼鬼? 老夫手上,由開光發氣 不怕你們妖魔鬼鬼 我定神地在墓室前邊 死就是這樣望一眼 雖然我白口說了很大聲 但是,在這個被人闖進來的古墓裏面 突然之間聽到這樣的聲音 你別說我心裡真的有點震震的 我這陣子,雙腳早就已經接觸了力量 萬一有什麼不對勁 自己就馬上飆出去 只不過,真是奇怪了 當我仔細地打量一下周圍的時候 居然那些怪異的聲音 就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仔細地看下 在這個空空如也的墓室裏面 除了那副空的棺材之外 就只有棺材在上面 困住的一具白骨 而在白骨的大腿上面 就放著一張人皮 你,我即時紅了頭上去 這樹已經剩下半張人皮做古墊國地圖 可惜上面的字跡相當無虎 除了這塊人皮 除了這塊人皮 你的古墊就是剩下那句白骨 才無什麼值錢的東西 正所謂賊骨就空 你將人皮抵托 正所謂是那些白骨之財 我又問你,又不拿它呢? 於是,老夫就順手牽揚 將這張人皮的圖也拿出來 後來,我在蘇州 請了當地一個修補古字畫的能工考將 用冰槽使一殺毒刺 終於將這張人皮的圖搞得完好如初 哎呀,誰不知不看不緊要殺 看一陣嚇一跳 你這幅圖畫的竟然是獻王墳王的位置 什麼? 按照歷史的記載 獻王不是帶著一批古墊國的國民 在顛國裡面分離出來 然後就避到新山裡面避世隱居嗎? 那麼在顛王的墳墓裡頭 又怎麼會有獻王墓的地圖呢? 你不要亂騙我們 老夫說得出來 當然是言之有物 其實獻王大那幫人 原本就出自顛國 聽說 獻王後來入山之後 簡直是風水寶地 死後葬在那樹 由於那裡有很特殊的環境 這塊墓地 永遠都沒有可能被人倒走 你想想 當年唐中漢武幾個英雄 生前衛震四方 但是死後 墳墓最後一樣被人挖賣 連他們的屍骨都保留不到周全 所以自古以來的帝王之家 對死後的事情都非常之體重 最害怕就被人倒斗 獻王一死 他手下的人就樹倒無宣散 有人就想回到古顛國 於是就將獻王墓的位置畫了一幅圖 呈獻王 呈獻王 他們說 亦都可以為獻王 選中那麽漂亮的墓月 這件事 就記載在這張人皮地圖的背面 不過後來 我想他們都沒有本事 找到一塊這樣的寶月 要不然 老夫 又怎會將這張人皮地圖 倒了出來 是呀 一邊說 盲老一邊 就在懷抱裏面 拿了包東西出來 打開一看 真是一張皮製的古代地圖 雖然經過修復 不過已經非常模糊 豪華之中的山川河流 只是意義氣氣可以分辨得到 不是老夫嚇你兩個 你將寶圖 近了老夫這麽多年 平時 我絕對不拿給人看 今天你們不信我 才拿出來給你們看看 不過 老夫有句話想勸你們 你看一下 這幅圖之中 有個蟲谷 蟲谷前邊 有一塊很大大的空地 那樹 真是好像龍潭虎月一樣 有很多古怪 走進這樹 我告訴你是三頭六臂 或是金剛羅漢轉世 入到那座墳墓之中 都絕對是有來無回呀 說到這樹 盲老徐低了他那副墨鏡 我望了望 當堂覺得自己整個人幾乎要彈起來 這幾乎 什麼 這 這個 這個是 以前過了這麽多年的事 真是好像過眼雲煙 但依然歷歷在目 這個是我最後一次去杜斗 那天的情形 老夫 還記得清清楚楚 我啊 喂 過江鼠 什麼你找來找去 始終你還未找到獻王墓的所在 你是不是騙過我們 各位 稍安無粗 你們知不知道 我這幅地圖是怎麼得到的 是在殿王墓月之中找到的 所以他絕對不會有錯 大家耐心點繼續跟著我走 我保證 你們人人都會拿到一筆大富貴在手的 哈哈 那是有無妨啊 我自己都知道 聽聞這位獻王 正通無粗 都不知識世幾多個惡犯 所以 老夫覺得 要倒他的斗 說不定會撞到幾多凶險 老夫哪一個人單獨行動 於是 我就馬上召集了附近的幾個同盟 足足是擦個 能夠正通射領之術的盜斗高手 齊聚在殿王墓的面前 準備來盜他這個斗流 各位 大家聽我說 憲王的墓規模絕對不會太大 因為畢竟他們確定有限 哈哈 過江鼠 快點拿這幅地圖再來給我看看 按照這幅地圖所繪製的 憲王的墓應該在山谷裏面 去用自然形成的形勢作為依陀 在一個洞穴裏面建造陵墓 而且按照漢朝皇墓的規制 這個皇墓始終必須有同車馬而仗 護軍百喜的圖勇 所以各位 憲王墓裏面肯定有不少好東西的 但大家跟著我來 只要找到蘭倉崗旁邊 那條叫做蛇河的支流 這樣我們很快就能夠找到憲王墓了 好 日月根月大哥 走吧 沿著蘭倉崗這條支流蛇河 走了很遠之後 我們終於找到了被當地人稱為重谷的一個山谷 重谷裏面果然風景如下 憲王墓深處有一道水龍 即是一道基層殘天那麼長的大陸 這個就是憲王墓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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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的入口 就永遠不可能被人倒倒 因為沒有人可以進去 這種自信恐怕天下間再沒有別人 不 大哥 我們這麼辛苦來到這處 你又說 那個瀑布下面的入口 就是憲王墓的入口 那為什麼我們又不快去幫它 不知 這個地方肯定有空險 這個位置叫水龍魂 它自然以形成的狀態 可以說 將這個墳墓的風水防備得非常嚴密 如果納斷過去恐怕 大哥 那我就不同意你說法了 這個地方就算再厲害 它也是死亡一個 難道我們有這麼多社領本事 我們都怕它嗎 各位兄弟 大富貴就在前面 大家跟我來 喂喂喂 你們不要那麼衝動 不要那麼衝動 哎 瓜瓜鼠 你都 算了 既然事多如今 道夫就唯有陪你們一起玩 我當時走在地沙 我們大家 一路向著那個水龍魂 也就是說 天無無地入口的進化 我還記得 那時候 我天下著無無細雨 所以 雖然當時是天時暑熱 但是 你一刻 還是顯得非常清涼 誰知 就在我們將近靠近這個水龍魂的時候 發展之間 風停雲收 四周圍 那些白色的漲氣 突然之間 在四面白風 直 蓉兒禮 哎呀 壁家伙 壁家伙 這陣子 有經營的社領歷史 導致那些白色的漲氣 越來越非同小可 我肯定是有毒的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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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有毒的 你還聽到那些很怪異的聲哄 他們似乎正在磨蝌自己的牙齒 又似乎 我不敢再想了 於是 我第一個拼命地向前一衝 誰知剛剛睜大眼衝前幾步 那間 雙眼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我什麼都看不到 哎呀 哎呀 我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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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覺得自己對眼瞎了 我心就立刻揭起上來 坐在這兒動都不敢動 亦都不知向哪個方向動 只不過 相比其他人來說 我瞎了對眼 原來已經有非常之幸運了 就是我暗暗眉了眼 躺在地下的時候 發展之間 就聽到 在白色的掌氣之中 向來就一陣一陣很怪異的叫聲 等到最後 我在昏迷之中醒來的時候 那些白色的掌氣已經全部消失 而我那幾個同伴 他們的慘叫聲 也都完全斷絕 我知道 他們一定就是死在我身邊 但是這個時候 我是真真正正的的確確無眼看了 於是 我只要一路盲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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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應該有人會走得出來, 你們看那張隱屁地圖背面是怎樣說的。 兩位, 獻王無非同小可, 他絕對不是愛人可以破解得到, 你們要去盜獻王的斗, 認真小心, 你整天都滿口謊話的盲功算命佬, 雖然他經常性地說謊, 但是我聽他的語氣, 看他的神情, 我確信現在他說的是真, 但可惜在這件事上, 我們絕對是沒有彎轉, 所以Shirley洋馬上把盲人的人皮地圖買下來, 然後我們就執拾行裝, 返回北京, 接著會合肥仔船大金牙, 準備新一次的稻斗旅程, 鬼吹登第二步龍嶺迷屈, 現在已經佛放熱鬥, 究竟鳳凰寶珠, 是否真的藏在天王無之中, 可以令到天崩地裂的水龍溫, 會不會又被胡八一他們可以破解得懂呢? 種種迷霧, 鬼吹登第三步雲南重谷, 即將為你揭曉。 鬼吹登之龍嶺迷屈, 沿著天下霸場, 改篇播講林敬, 音效製作郭建文, 陶正希。 本集故事就講到這裏, 欲知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 下一集。